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Sam Lin 我們終於破了十萬訂閱 It's crazy 我還記得我一開始還在做Facebook影片 然後我就是每個禮拜我都會固定在Facebook上面PO影片 最後Facebook的這個algorithm開始越來越差 有人在跟我說Sam你應該把你的影片放在YouTube 然後我應該是從今年開始真正的持續認真的經營YouTube 然後其實也成長的蠻快的 要謝謝你們大家常常看我的影片 Thank you guys so much 今天我就是想要做一個Q&A 來answer你們的一些questions 那我們就開始吧 收學生嗎? 我還沒有想過要當一個老師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知不知道我爸爸是音樂老師 我爸爸就教很多的小孩子 大人 很多樂器 我自己的小提琴是跟我爸爸學的 想知道這麼多樂器怎麼練成的 花時間練習就好嗎? 還是有 絕 這個 竅嘛 訣竅 Sorry 我中文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懂 但是音樂不多了 Let's go 小時候像我剛剛說的 爸爸教我小提琴 然後到了高中我自己學鋼琴 耳鼓 其他 其他的樂器 這些都是自己 吸 吸 興趣 興趣 自己興趣喜歡 其他樂器都是自己用耳朵來學的 其實你會小提琴 什麼樂器都很簡單 因為小提琴最難 所以如果你要變厲害 先學小藝琴 花時間練習就好嗎? 認真說 我覺得你真的要做音樂 你真的需要有一點點音樂的天分 你需要有好的耳朵 因為只有練習的話 你沒有音樂的底子 或者你伸出來沒有一點點音樂的天分 會很難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 我想說真的 我編曲 錄音 剪接 做歌 寫歌 我都是自己學來的 或者在YouTube上面 網路上面學來的 如果給你們一些建議 你們就趕快利用 現在2019 是網路的世代 你們一定要看YouTube影片 來學習很多東西 如果我做得到 你們也做得到 喜歡前三名的樂器是什麼? 哇 我覺得第一名是鼓 我知道我不常打鼓 在我的影片裡面 因為真的是太難了 因為太大搬來搬去 但是我覺得 打鼓是我最享受 最喜歡的樂器 第二喜歡的樂器 應該是鋼琴吧 鋼琴我是完全自己學來的 沒有人教過我 不會看譜 鋼琴就是真的是 因為小麗琴 其他來的都比較簡單 第三個樂器 小麗琴 小麗琴我以前很常練 因為爸爸逼的 最後大學 就去讀書了 然後就沒有真的在練 但是現在我還是會練 想聽Sam的家庭故事 從小到大 爸爸媽媽他們從小 七八歲就認識 他們是青梅竹馬 最後結婚以後 我們就搬去美國 就在美國 我和我妹妹就在那邊長大 從小我們在家裡都是講 國語 大部分都是講國語 但是出去以外 我都是講英文 我和我妹妹 我和我妹妹是從頭到尾用英文 她就跟爸媽會用中文 爸爸是音樂老師 媽媽是中文學校的老師 然後我們做音樂這件事情 全家做音樂 這個是一個非常正常的東西 對我們來說 我們從小 一家人就會喜歡在家裡 玩音樂 唱歌 演奏 對我們來說 我們這幾年 在網路上面 發我們家庭的音樂影片 這個也是很奇妙 當初我們沒有想那麼多 我只是回到美國 跟爸媽說 你們要一起做一個影片 那我們就這樣做 然後就在網路上爆紅 就這樣開始了 所以蠻好玩的 對希望你們可以繼續支持 其他的一些家庭的故事 如果我爸爸在旁邊 你們問他一些故事 他一定每次都講這件 我小時候斷過四次的手 右手斷過三次 左手斷過一次 都是因為我小時候很調皮 然後我爸爸就會覺得 不行再這樣子 因為他很珍惜我的手 因為我的手是要彈樂器 所以還好小學以後 手就沒有再斷了 真的是蠻驚訝的 我現在還是可以彈出很多音樂 所以要非常感恩 非常感謝 Sam 請問你在台灣 交過幾個女朋友 哇 這麼個人的問題嗎 交過一個 只有一個 可是我覺得在台灣 我還沒有找到一個很適合的 自己很喜歡很喜歡的 或者是喜歡的 他們都不喜歡我 然後我喜歡我的 我都沒有喜歡他們 所以愛情這種東西 非常的珍貴 不簡單 你要找到一個你喜歡的 他們也非常喜歡你 真的是你要把它把握 珍惜這件事情 未來愛情的對象 這個就是順行自然 你什麼時候才會做自己的作品 你什麼時候才會發表自己的創作歌曲 這是個秘密 你們大家很快就會知道